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27度公盈毛小孩 鮮食吃起來 我是寵物膳食育師 鮮食就是像人的營養師的意思 今天我們鮮食吃起來首播 我們的頻道將會教導大家如何製作鮮食 如何讓毛小孩能夠吃得健康 吃得營養 吃得開心 然後遠離疾病 給予大家正確的製作鮮食的觀念 那在我們的製作鮮食教導之前 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 有 什麼問題 來自台中的波比媽媽想要問我 我的小孩不愛喝水怎麼辦呢 OK 這個非常的簡單 小孩子不愛喝水的話 就是改吃鮮食 對 大家知道嗎 肝羊一公克呢 含水量是10% 可是呢 鮮食一公克的話含水量是70% 所以呢 相當於就是肝羊的七倍喔 其實差很多 那如果你的毛小孩不喜歡吃肝羊的話 對 或是不喜歡喝水的話 那剛好你讓牠吃鮮食 對 這樣子它可以補充到一天所需要攝取的水的水分 沒錯 來 下一題 南投的日月潭媽媽問說 是的 我家的貓還有5公斤 那到底一天需要喝多少水才夠呢 OK 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數字概念 就是呢 要喝多少水 假設5公斤的話呢 我就跟牠直接講就是 就是5到6% 乘以5到6% 那很簡單 就是5乘以5 是250 那5乘以6的話 是300毫升 所以呢 他一天所需要攝取的 這個水分呢 就是呢 250毫升至300毫升 你就這麼記 那如果你記不了 就說什麼5% 6% 你就直接很簡單 就記50 60 50至60 那幾公斤 好 假設今天3公斤好了 那就35 150 對 那36 180 那所以牠一天所需要的含水量呢 就是 150至180毫升 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記得這個數字就好了 好 還有問題嗎 有 還有一個屏東的邊境媽媽問說 我家的狗年紀越來越大了 是不是應該要減少肉的攝取呢 喔 是不是應該要減少肉的攝取 年紀越來越大的這個老犬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正確的觀念就是 千萬不要減少肉的攝取 因為呢 在年紀越來越大的老犬的時候呢 他們所需要的這個 優質高蛋白質呢 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優質喔 什麼叫優質的高蛋白質 就是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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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yes that's right 就是雞肉 那為什麼要吃優質的高蛋白質 因為可以幫助他們的雞群 然後還有肌耐力才不會軟趴趴的 所以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就是 七十毛小孩吃雞肉 遠勝於吃牛肉鴨肉啊 然後還有豬肉這些來的好 所以要記得 就是多補充優質的高蛋白質 就是雞肉 好的 那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囉 OK好沒有 好的 OK 那希望大家在飲食上面呢 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頻道下方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呢 在頻道播出的時候呢 就會一一的為大家解答 那再來呢 進入我們鮮食吃起來的重頭戲 就是鮮食的製作 那今天呢為您呢介紹的是 針對沒有疾病的陳犬毛小孩 陳犬喔 那我們以三公斤為例 陳犬一餐呢所需要的鮮食量 我們先來講鮮食呢 要有含六大營養素 我們以肉菜飯的比例 來講是 陳犬來講的話 他是3比4比3 就是肉要3 菜要4 飯要3 那陳犬跟老犬的比例又不一樣喔 因為老犬需要的這個肉的含量會比較多 所以就會變成 4比3比3 就不太一樣 這個我後面才會講 我先先以陳犬來說 然後沒有疾病 然後活動量是適中 以適中來講 那所以如果以正常他平常吃乾糧呢 一餐是35克來說的話 那你要怎麼把它計算成就是先食應該要攝取 就是乘以3%至4% 也就是一餐他本來是35公克的這個乾糧 你乘以3 那就等於是多少 105到140公克左右 沒錯喔 那就代表他先食一餐是105到140公克 那以正常的陳犬來說喔 那我們今天就來取中間值就是120公克 來幫你們作為呢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毛小孩3公斤 然後呢 以沒有疾病的陳犬 所需要的量就是120公克為1餐 那120要除以10 為什麼要除以10 因為呢我們剛剛說的肉菜飯的比例是3比4比3 那3加4加3加起來就等於10 對不對 對所以我們要除以10 除以10之後呢是12 也就是一份就是12公克一個 那我們剛剛說3比4比3 所以12乘以分別乘以3 4 3 也就是肉菜飯它會等於多少克 36 48 36 Let's try 耶 數學很好不錯 好 那我們呢就來做我們呢 這道呢這個好吃的鮮食 有了些基本概念之後 那我們今天呢 為大家做的這一道呢叫做呢 蘇果馬鈴薯會活力機 耶 今天準備了這些食材呢 大家要記得喔 一定要洗乾淨喔 然後呢洗完之後呢 要記得 每一道呢這個呢 蔬菜或水果都要把它切成丁 因為這樣子呢毛小孩會比較好消化喔 然後呢洗完之後呢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做我們 我們的蘇果馬鈴薯會活力機 Let's go 今天我們要做的這一道喔 我們是要用煎炒的方式喔 嗯 OK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設定在煎炒上面 然後呢 我調一下 好了首先呢 我們在呢做煎炒的這個料理的時候 因為我們完全不加任何的油 我們是用這個肉本身的油 下去炒 然後配其他的 所以呢 我們第一道我們必須要先 這個像我們的雞胸肉 好的 像我們的雞胸肉 Yummy yummy OK 那雞胸肉呢 我們基本上給他這樣子炒 炒到就是呢 差不多 味道出來 然後顏色有點偏 微微的黃黃的 讓他有點焦香味 因為這個時候是最好吃的 那毛小孩聞到這個味道 喔 動不動 真的 真的 我現場就已經 這個你知道嗎 老脆弱 地上的才是老脆弱 真的 地上從我在備料的時候 就已經 眼巴巴的一直望著我 然後到現在 要說怎麼不快一點 對要說怎麼不快一點 到底在做什麼介紹呢 所以現在肉肉是為了要有它的油脂嗎 對為了要有油脂 我想說 紅蘿蔔通常我會先下 比較難熟的 欸是沒錯 但是問題是我們紅蘿蔔需要靠什麼東西 才可以把BETA紅蘿蔔 這個維生素這些逼出來 油脂 對 要油脂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先下這個肉類 然後最主要是下了肉類之後 有一些像紅蘿蔔啊 然後番茄啊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油來 來把它的營養成分給逼出來 才可以真的吃到它的這個營養 那我們現在就炒這個 雞胸肉 真的很香 我現在做的這個份量是 我們今天用的電子秤 秤出來的 那我每次在幫我們家五毛 做料理的時候都用電子秤 那我今天做的這個是 3公斤至4公斤的這個五人份 就是五份毛小孩的料理 那大家如果家裡面有多毛的家族的話 也可以按照我剛剛前面介紹的這個份量 要怎麼來做鮮食 做為一個參考 那請問一下那個 如果肉肉吃太多 是不是會軟便 是的 沒錯 如果你的肉肉呢 因為我們每一隻毛小孩 他每天需要攝取的高蛋白質是有限的 所以你們不是說給他越多肉越好 基本上呢 如果按照我這個克數下去計算 然後給他吃的話 是不會拉肚子的 也不會軟便 可是如果你給過多的肉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他拉軟便 很多 爸爸媽媽都會跑來問我啊 他說奇怪 我那個 他喜歡吃肉 我想說他看起來好像還想吃 我就又一直給他吃 結果一直給他吃之後 他說他怎麼大便都軟軟的 然後他想說 啊這樣是不是吃肉不行 我說不是 是太多 吃太多 然後我這次選的這個紅蘿蔔是 澳洲的小紅蘿蔔 進口的小紅蘿蔔 因為他吃起來就是感覺 很很很爽口 那紅蘿蔔本身呢 我們除了知道他有紅蘿蔔素以外 他還有銘木喔 跟這個醬 螃蟹籽 還有增加米粒粒的功能 像紅蘿蔔跟Potato 都是屬於比較難熟的食物 所以大家要記得 在做完炒完這個肉之後 要下比較難熟的食物 他做鮮食的最基本原則就是 食材要熟 那想請問你剛剛前面說 不要用蒸的 用煎炒的比較好 對沒錯 差點忘記 用蒸的是我們把所有食材 放進去電鍋裡面蒸 那其實他的那個口感沒有出來 對 那我們用炒的原因是 我們可以按照他的甘甜性 還有食材的熟益度 來輪流放他 然後他這樣子會把食材的香味逼出來 逼出來之後呢 然後小孩再吃起來也才會覺得好吃 他不會覺得就是很無聊 那像如果你是蔬菜類的 青江菜啊 娃娃菜啊 菜類我們大家就有在煮東西 你就知道他很容易熟 很容易熟的食材 你就要放在最後面放 這樣才不會失去他的營養的成分 炒太久有時候也不是 就不見得是好的 OK 那我們現在呢要為你呢 就是試吃的時候 我們剛剛呢 這個煮完之後 我們把它這個 擺了一下這個盤 登登登登 看起來好好吃 很好吃喔 剛剛我媽媽還說他晚餐要直接吃這個 沒有要那個吃其他的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也很好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都有啊 六大營養素都有啊 對你學會了喔 很好 很乖很棒很優質的學生 這六大營養素都有 外加你知道吃這個其實 比你就是去外面叫外賣 或自己煮好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可以吃 對 你邊講我邊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沒有調味料 所以呢 要減肥的朋友 其實你也可以吃 因為呢 減肥的朋友吃這個呢 可以幫你瘦 真的 好啦我們現在請這個 我們的試吃 大家一定覺得是毛小孩試吃對不對 RUN 我們請我們到五毛媽來試吃 來 豆豆 阿滴在看 阿滴在看 看起來他好像吃了津津油味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嗯 然後 還有草的香味 還有草香味 對不會像那個 以往自己做 以前啊 很久以前自己做 就是會蒸一蒸 對 所以食材都是沒有味道 都沒有味道 對 這個都會感覺出來 吃哪一樣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就是很 口感很分明 然後看起來又有mix在一起 對啊 就是又很融合 對 然後吃起來就是讓你覺得 色香味俱全 所以我說 跟著我們的頻道走就對了 對 毛小孩 鮮食吃起來呢 今天呢 就到了一個尾端了 那 喜歡我們的頻道的毛爸跟毛媽呢 可以呢 幫我們多多的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這個非常的重要 然後呢 喜歡的話要順便按個讚 對 然後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呢 下一次呢 我們下一堂的這個寵物呢 鮮食吃起來才會呢 提醒你 你才會知道說 欸 第二集來了 第二集來了 趕快趕快來看這樣子 欸 會不會吃 完食 有沒有看到完食 這太誇張了 吃完了 好 好啦 那記得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將會為大家介紹呢 除了鮮食以外 還有影響寵物健康的因素 有哪一些呢 在這裡就要跟你說 掰掰啦 掰掰